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胰岛素主抗是一个常见的健康问题 尤其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关键问题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改善胰岛素主抗 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体重管理 我们将提供具体的建议 并支持这些建议的临床研究资料和数据 步骤一,水龙性膳食纤维的重要性 胃排空和饥饿感 研究表明,水龙性膳食纤维在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纤维有助于延长胃排空时间 从而减缓食物消化 降低血糖上升速度 减少饥饿感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水龙性膳食纤维来源 木耳、羊菜、燕麦、秋葵 这些食物可以轻松地融入您的饮食中 并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 步骤二,多样化饮食组合 避免单一食物 单一食物的摄取可能导致胰岛素快速上升和下降 这对胰岛素主抗不利 相反,我们建议您尝试多样化的饮食组合 避免淀粉加上淀粉的组合 例如,您可以将白饭搭配水煮蛋、豆浆和坚果等 以获得更均衡的营养摄取 步骤三,控制淀粉摄取 精致淀粉和精致糖 精致淀粉和精致糖的摄取量应该受到关注 这些食物可以快速提高血糖 然后迅速下降 对岛素敏感度造成不利影响 建议选择复杂碳水化合物 如全麦食品,以稳定血糖水平 步骤四,避免加工食品 食品添加物和植物油 加工食品中的食品添加物和不健康的植物油 可能导致胰岛素主抗和慢性发炎 Omega3和Omega6脂肪酸的比例失衡 也与这一问题相关 因此,我们建议尽量避免加工食品 转而选择天然、未加工的食材 步骤五,蛋白质的重要性 胰脏休息和胰岛素敏感度 蛋白质是维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之一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可以让胰脏休息 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度 选择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如加禽、鱼类、豆类和坚果 以确保您的饮食均衡且有益于健康 改善胰岛素主抗是实现健康体重 和全身健康的关键一步 通过遵循上述五个步骤 您可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提高胰岛素敏感度 降低饥饿感 并实现更好的健康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最新通知